针对的新北市板桥的幼儿园未要案 今天老师在立委陪同下按铃提告 按下申告铃板桥幼儿园未要案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已获得检察官不起诉处分 但事件还未完待续 我们无法理解公众人物为什么要对我 这些无辜的幼教老师有这么伤的 这么深的恶意 当司法已经还给我们清白跟真相的时候 这些人却连一句道歉都不愿意 全身发抖在镜头前要政治人物负起责任 板桥未要案幼儿园老师 由国民党立委王鸿威陪同 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提告 包括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 而选会创会理事长王维钧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等五人诽谤和泄露歌资 甚至把他们的各司外泄 造成他个人以及他的同事非常大的困扰 对于要被告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急忙澄清没有外泄资料 戴伟山反批王鸿威要公平不要双标 当时就是要要求新北市政府的行政部门 尽快采取行政的调查 然后真相能够查出来 所以我们并没有任何所谓的毁谤 甚至泄露各自的一个情况 侯友宜市长在第一时间没有进行行政调查 没有妥善保存真相 导致后续这么多争议的一个原因 所以王鸿威女士为了以示公平 她应该同时也要来提告侯友宜市长 戴伟山已经是被认证放假讯息的 一个赖清德的发言人 她应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她要不要对外面负责 现在还在这边讲有的没有 她到底有没有羞耻性 随着选举白热化 蓝绿激战越演越烈 板桥未要案似乎还没有完结的一天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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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